军用口粮是军员在作战、训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,无法获得正常饮食时,使用的军用日式食品,具有重量轻、易携带、耐储存、营养均和品种多样、极开及时,便于大量生产运输的特点。 军用口粮是现代军队保持战斗力的重要保障,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技术水平。 军用口粮产生于现代,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,可使品加工储论技术的进步而发展。 各国军队依旧各自的饮食习惯和后勤保障能力,为部队配置不同特色的军用口粮, 比如意大利军队的通心本,德国军队的黑面包,日本军队的饭团,英国军队的鲜牛肉等等。 但旧军用口粮的品种口味,科技含量和工业化生产水平而言,美军军用口粮,无疑领先于世间。 从二战以来,美军的战地火石,一直让对手十分羡慕,速不至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中,美军口粮也曾让大兵们嫌弃不已,吐槽不止。 1944年的西线战场上,一位美军第三步兵师的士兵,与一位小男孩分享他的C口粮。 独立战争时期从时间线考察,美军军用口粮的历史与美利坚和中国本身同样永久。 在独立战争爆发后,大陆军于1775年11月,制定了美军历史上最早的口粮标准,每名士兵每天可以得到定量的食物配体,薄荷肉,面包,豆类和饮料。 但受到生产条件和后期能力的限制,实际攻击很难达到标准,不对基本。 就地取材,供应火石首先确保吃饱,至于口味则不敢奢求。 当时,美军最常见的占地菜肴是盐猪肉煮豌豆,普遍食用的口粮,是一种用面粉和水搅拌后烤制的硬面包。 饮料包括牛奶,啤酒,苹果酒,朗姆酒,白兰蒂等,还供应一种糖浆,甘蔗炸糖的副产品用于调味,此外口粮中还包含了食用的蜡烛和肥皂。 这份单调菜单的基本内容,在此后一百多年间几乎没有变化,唯一值得议题的改变,是在1832年用咖啡去带了配给中的酒类饮料。 独立战争时期,大陆军士兵的主要口粮,硬面饼。 在国外的军民重演活动中,一位装扮成大陆军士兵的老军,你从木桶中拿起一块硬面饼,图中还能看到装有豆类和咸肉的木桶。 从独立战争到美西战争,美军士兵在战场食用的肉食,主要是图中所示的鲜肉。 南北战争时期在南北战丁时期,交战双方都制定了,标准陆军口粮,但内容与独立战争时期变化不大,仍以腌肉和谷物面食为主。 最有代表性的主食是豬肉硬饼干,一小面粉,水和盐内原料,硬如石头,口感奇差,被士兵严于为铁板饼干,或挫牙器,肉类中培根腌熏猪肉颇受欢迎,但士兵们更多时候,只能吃到长期腌制的鲜肉,用咸肉和蔬菜,豆类的羊主的浓汤,常常是战场上最好的热食。 此外,口粮中还增加了核桃、花生、咖啡豆、土豆以及白糖、盐、胡椒等调外品。 该时期,罐头食品开始进入美军的战地火时,虽然没有列入正式口粮,但是兵们经常私下购买罐头,战争期间,美国的罐头产量增长了八倍,并于扎后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,成为军队和大众的处备食品。 南北战争时期,北方盐包军士兵在战地用餐,获食的好坏,却绝于战地自行收集的食材,而瓜棒配给的口粮,绝对说不上好吃。 盐包军士兵就是咖啡,啃食硬饼干的画面。 近日陈列在博物馆中的美国内战时期,军用硬饼干的食物。 后人根据历史资料复刻的南北战争时期的战地菜肴,培根指导,看着非常有缘,但并非随时都能知道。 一战时期1917年4月,美国宣布参加一战,踏出远征军赴欧中作战。 战地的需要促使美军后勤部门对战地火需供应进行改革,形成了真正的军用口粮生产攻击体系。 一战时期,美军威前线部队制定了三类军用口粮,储备口粮,献好口粮和应急口粮。 军以罐头食品为主,选择以保存的肉类、固物等食物,配盐、糖、咖啡、香烟、旧被物品。 罐头肉包括炒牛肉、咸牛肉、鲑鱼和沙丁鱼等,主食包括硬饼干和黑面包。 储备口粮,献好口粮,装装于金属罐头中,既可以加热食用,也可以直接冷食,便于储存运输,但存在重量较大。 携带不变的缺陷,应急口粮中包含了有小麦粉、牛肉粉制成的压缩牛肉饼和巧克力,保证士兵在紧急情况下最低限度的食物需求,因为又饮又难吃,被称为装甲粮,可以视为日后单兵战斗口粮的雏形。 到1918年停战前,美国陆军军需部门,已经向法国前线运送了超过200万份军用口粮,剩余的军用口粮,大多用约整契陷于饥荒的巴黎市民。 一战时期,一位美军士兵,在战地享用饭菜。 第一次世界大战,有力促进了美军军用口粮的发展。 一战时期作为美军军用口粮的硬面包,第一张图为金属外包装盒,第二张图是纸质内包装。 一战时期美军的硬级口粮,装在一个扁原型小金属盒内。 二战时期基于一战经验和发达的食品工业,美国在两次大战之间,建立了领先世界的军用口粮研发生产体系。 在二战前,美国陆军将军用口粮分为四类。 A、B类是利用生鲜食品,或罐装扮成品加工的热食。 C类为罐装熟食,开罐即食。 B类为应急食品,以巧克力为主,其中Z口粮是二战美军最主要的战斗口粮。 这时美军又开发了K口粮,作为大兵单日战斗口粮,以压缩饼干和罐装肉为主,重量轻,一携带,可提供3200大卡的热量,至于味道只比爱恶强一点而已。 1944年的欧洲战场上,一位美国大兵在成队第155毫米炮弹上尽餐,从食物内容看,应该是野战厨房。 提供在热食。 1944年夏季,美军第七十七步兵师的两位官兵,在关岛前线是用K口粮。 二战时最著名的美军军用口粮自然是C口粮,一份标准的C口粮重约2.5公斤,含三个肉罐头,三个古物罐头和一个附件包。 可提供4437大卡的热量,满足单兵一日三餐所需。 这罐头品种多样,包括各种肉类、鸡蛋、豆类、土豆、米饭、通心粉等,可随意搭配。 古物罐头内装饼干、麦片、奶酪、咖啡、花生、葡萄干、果酱、奶糖等,也可任意组合。 附件包内装有盐包、糖包、塑料调割、口香糖、香烟和测试等,三至四份口粮配一直开灌气。 C口粮在二战中,广泛供应美军及盟国军队,经改良一直服役到20世纪80年代初。 C口粮在美国军用口粮发展史上,具有力成为的意义,也是美式军用口粮的典型代表。 除C口粮外,斯帕姆午餐肉是另一种非常出名的军用食品,它是美国和梅尔公司,于1937年推出的蔬食罐头,以碎猪肉和淀粉类主要原料。 尽管营养价值不高,口味也不为美国大兵所洗,但也逆于生产,烹饪方式,多样而大量供应前线,作为肉食的补充。 到二战结束前,美军采购了超过1.5亿磅斯帕姆午餐肉,足够全军使用5年。 这种似乎永远是不完的食物,成为大兵们的噩梦,极为逆感,差评满满。 然而,在英国、苏联、中,获得饱受食物汇报之苦的国家,作为军援物资的斯帕姆午餐肉,则被视为真小美贝,推崇备质。 二战时期和梅尔公司生产的斯帕姆午餐肉罐头,这种熟食罐头在二战中传遍了世界。 1944年冬季的西线战场上,两位美国大兵零无表情地看着配发下来的SPA-M罐头。 越战时期二战后,美军在C后粮基础上,预改善口味和营养为目的,开发了新型战的后粮MCI,被称为新C口粮,于1958年采用。 是越战时期美军最主要的野渣口粮。一份MCI重约1.2公斤,内含四个罐头,分别装有肉菜、穀物类、甜品和附件,含有2000大卡热量。 肉菜有12个品种,配合多种穀物、甜品,构成多样化的前线餐谱。 在C口粮基础上开发的MCI口粮,也被称为新C口粮。 在越南战场上,美军士兵们在分享MCI口粮,对于这种战地口粮大兵们并不喜欢。 从C口粮到MCI,传统军用口粮都以罐头食品为主,存在重量到和开启不易的缺陷。 为此,美军在越战期间,研发了从明珍又轻量化口粮LRP,供执行远程侦查任务等特种部队食用。 LRP以托水食品为主,采用真空软包装,单份仅重300克,含有一份主菜,一份甜点和附件,提供热量800大卡, 无需加热,加水即可食用,轻便快捷,从制作方法到包装都交传统。 口粮有了根本性的改变。 LRP虽然没有取代MCI,但预示着军用口粮发展的新方向。 海湾战定至今1981年,美军在LRP基础上研发成功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MRE战斗口粮, 堪称今日世界各国现代军用口粮的模板。 MRE具有真空包装,即开即时,无火加热三大特点, 其保质期比传统罐头延长一杯以上,配有化学加热剂,无需凝火也可吃上热吧,开大即时。 每份MRE重约510至740克,含有主菜,开胃菜,饼干或面包,甜点,干货,速溶饮料,加热器,餐具和附件等, 可以提供1200大卡以上的热量。 MRE的主菜花色多达数十种,测试表明普通人连续三周食用而不会厌密, 采用标准化生产,大幅降低成本,是美军第一种在体积、重量、营养、口感和成本上达到均衡的战斗口粮。 在MRE基础上,美军又开发出更多类型的现代军用口粮, 以满足不同军品种和特殊任务害性的饮食需要。 MRE的制作理念,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各国军队的军用口粮设计,被竞相模仿, 其中包括中国军队的新型口粮,也都采用了类似MRE的形式。 问世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MRE口粮,直径仍是美军最主要的军用口粮。 美军第三部兵师的士兵,在执行任务间歇享用MRE口粮。 现代中国军队,采用的098兵自热食片业界,建了美军M。